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身不足 我觉得有的人会很累 需要一些蓝鞋忘掉的 但是他也做梦 但对六根儿子这个还是休息 我们状态很多的 那叫发呆状态 发呆睡觉 红尘 密乎 无聊 我们经常处在这些状态 是吧 效率的状态 打破小状态 没效率 没意义 又耗能量 有时候是在无聊的话 你们学学的叫那种傻子 把舌头伸出来 也就是炒烧饭 然后盯着贴 你试试 有时候大脑它缺氧嘛 然后把头微微的往前上跳 这个状态 其实有时候大脑有一些缺氧 你想起 想起 脸头也没了 就傻子状态嘛 就半缺氧了 那万一要磕到膝盖的石头咬出来 不会 你就这样一个 然后就握住 你一定要伸出石头 然后你就自己调整嘛 你需要瞧这个很多状态出来嘛 然后 然后 看不准的压印哪 那时候就是缺氧 带一点点缺氧 然后脑子就没概念了 有时候当到傻子也不太好 有时候自己太聪明了吧 停不住了,亂想 不是,那瑜伽啊 他瑜伽就是宣动的很多动作嘛 你就不能学学人这样的状态嘛 你看那种猫啊 那种吃牙裂嘴啊 学学那种狗啊 他们那种神态 他们在那个脸抽搐的时候 他们会在不同的状态中 有时候观察 观察一个人 你观察一些 我们墙上吊一些 很多人很开心的笑啊 就是他做了大疆了 因为你平时那些状态出不来的 除非有触动嘛 比如一个人做了一千万 啊啊笑的那种状态 你让他复制真的 他笑不出来的 就那一刹那 那个状态出现那种光都不一样 然后把他那个状态定型 你挂在墙上 你每天模仿 然后你看着他那个状态 你就那样笑啊 你就一定要笑得跟他一样 突然你发现你心里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如果心里面不开心 你那个脸又笑不成那样的 你知道 笑也是苦笑 皮笑肉不笑 是 你们不觉得有时候我这两天修得有点皮套 你知道吗 皮皮套套的 你知道当你的精神状态皮套的时候 每个细胞都是往下大拉的 你知道吗 你看看你的肌肉啊 你站在那儿 这个人就没劲打扯的 就像那个太阳晒完那个装甲 那个苗 都是这样子 都朝下的那个叶子 所以要 就是抱持激情啊 就像喝饱水那种 早晨那种 八九点 就是太阳 那个时候 你就要 去调整 想我这个心里边又没开心的事嘛 怎么能让他振作起来 那就学别人 人家有开心的事嘛 我不是 大家不是 爱正常的事 我们是一起的嘛 是不是 那他能快乐的时候 你就能够快乐起来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起的 这个在原理上是能说通的 因为众生是一不是二 那如果有一个快乐起来 我们都能够 我们都能够通过那个互联网 把他的状态拿过来嘛 复制过来嘛 按互联网的系统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嘛 然后可以提取嘛 不要每天坐在那 就要双打了 如果双打也是这种状态 双打了能保护自己 不受阳光辐射 但是你要知道 你在双打的状态 心里边不难受就行 但是如果你双打的状态 你就有时候萎靡不振的时候 你心里边很难受 OK要调整 如果只是外在的状态不好 心里边很舒服 那就没关系 但心里边很难受 那么就要换个状态了 那个状态已经影响到你了 或者你的心态出现得像 我发现有个状态 有一个事情很容易提升你们的 在很多人面前的成就感 我觉得这一点对很多人 马上就那个状态就能改变 就那种成就感 就是他可能在三个人五个人里边 他突然实现一下他的成就感 就好像他 因为每个人其实他很想 因为修行是个逐渐 只有撇弃自我的过程 但是撇弃自我就让他容易 就容易没意义嘛 但是那种成就感是另一面的 成就感是 在撇弃自我的时候 我还有价值 就是这种无我的价值 就是你逐渐的 你在撇弃自我的过程中 思写出的价值跟智慧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有自我的时候 你思写出的价值跟 你还是在这个世界要视线的 你在撇弃自我的逐渐逐渐的过程里 你思写出的智慧跟外面的样子 或者一些气质 或者很多东西是 跟你没有撇弃自我的价值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撇弃自我的过程中 不断地在视线你的成就 就是不是说 以前我一直说 当你成到的时候 你就圆满的时候 你才要出来昏远 去视线这种成就感 其实不是 我觉得是你在放下自我的 每一个层面 然后站在这个世界上 视线你在这一个层面的成就感 那这个人就不会偏空 你知道 他就不会觉得自我 就是说他不会完全的 就是无聊下去 完全的就是没有自我 他其实完全的没有自我 他追逐逐渐逐渐的 他不是那不是真正的空性啊 他只是在修设计是空 他还没有真正的了无空 即是设得到 你在不同的层面 你视线的下 只要你不着想 你视线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两边一块走 两边一块走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有弊端 对一些很自我的人 就是说很执着的人 这一点上就容易助找他的 就是他在这一块 他没脾气一点 他就再有难 没脾气一点又难 就始终在一个地方平衡 但是这个是很容易强理状 就是说你必须在见地上很透 很透的了物以后 那样的人就可以这样修 如果是你见地上就模糊不透的话 你就很容易 所以别在摔的时候 别又拿回另一个自我 另一个自我 无我的自我 就这个也是 这个修法上就是说 但是你能够有一点点 能够让他 就是用一用一下 就是当这个游戏 或者是来打破他的状 就目前的这种 微靡的 微靡的 就是那种状态 反正这个就是 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弊 那只能您看 只能您来看 因为修行人 我发现修修修修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无聊 越来越无聊 因为所有的一些 他要梦怀泡影嘛 他就会无聊下去 觉得就什么都起不起劲 起不起兴趣来 他每个人都可能都有这个 所有的修行人 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因为自我的角色 没消失 外边的东西 慢慢慢慢 他要看过 看不过 那种之间 他就很无聊 就这样 但这种无聊 就叫他修得没有力量 就是他慈悲心没有 根本哪有动力 修得连动力都没有 但是你的成就感 一定不能撇淋 撇淋了一些 但是有时候 就是重庆管 唯一就是 如果怕有些人 就是说很 自以为是 因为红尘里边 他实现成就感 不就是名利秦悦的获得吗 因为秦悦这个东西 没法实现 那名利这个很容易做 那他在那说 我们大家一起捧他嘛 也可以嘛 然后捧他 刚刚捧到油堆里 然后告诉他假的 把他掉下来 一按开关下 不是让他了知 这个世界的虚幻 看谁会捧嘛 一定要捧得到位 不露痕迹 你不能一捧 让人看出来了 假的 他又这样做 又稀罗我了 一定要捧得 他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的时候 假的 蹦掉下来 我好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